那 這些試車無數修車無數的達人狂人們 他們平常代步車跟他們之間有什麼樣的連結 一直是大家好奇的課題 但今天在這個聊他們的換車歷程過程中 我差點掉眼淚了 原因是 我覺得 這有破梗嗎 就是七哥說了一台 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有故事的一台車 然後那故事有兩個見證者都在我們現場 我想想看我要怎麼去詮釋這些事情 我們短短來講一下好了 大概我們去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很有意義 而且車子本身也是很特別的車 我們在幫忙保存歷史 簡單來說也是要保存歷史 就是我們常常都在講車子的性能 車子多心 然後科技怎麼樣 你有沒有去想過他跟人的關係呢 你有沒有去想過我們的感受呢 你有沒有想過你爸爸為什麼不換車呢 你為什麼一直逼你爸爸換車呢 原因就是你不幫你爸爸出錢 我現在樓歪 但是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家庭的故事不一樣 所以往往我們看事情都很單面相 可是當你聽到一些別人的故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自己有時候有點慚愧 就是我們好像太只看某個面相了 可是當你把他的面相打開之後 你會覺得其實車子是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不是嗎 欸 我就突然間覺得有點人生哲學的感覺 對 然後七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今天他的代步車 是比較實用一點的 算是我們今天現場比較年輕的一台車 我這代步車因為 因為你今天節目講的比較小 不要覺得我都開老車 它平凡 其實我平常開一部很平凡的車 就是A6 A6現在最超級的豪華大型車 對 那所以我平常就是用這個車來代步 那當然我現在有這個家庭嘛 所以也有小孩 可是因為裡面的那個安全座椅 Isofix什麼都還在上面 我會買這台車為什麼呢 因為這台車跟我前一台車的顏色一樣 然後這個顏色也很少 所以看到之後就想買 而且第二個重的地方是什麼呢 是它的內裝是米色的 我最喜歡米色的內裝 因為看起來非常的溫暖 對 乾淨 那當然啦 這個比較容易髒啦 所以需要花一些時間去維持 對 那這個 這個我平常在用的車 所以裡面有點亂 大家就見怪 是真的 不要見怪 那旅行車是漂亮又使用的 介紹一個 這是我兒子的寶座 這個是他的兒童安全座椅 而且他上車呢 一定要抱著這一個抱枕 車子他也愛車耶 Sienta 本節目由Sienta贊助播出 沒有啦 你兒子的車子 你看他每次看醫生 醫生都會給他貼紙 他就看完 你就把他黏在上面 你最上要黏喔 我不讓我小孩亂在車上黏貼紙耶 會影響到中古車家 沒關係啦 太陽太大的時候 他會命令我們 把這個 窗簾拉起來 戴不到菜 下一波要買電動的 對 超級奶爹 就是這樣 我發現這個奧迪如果要電動 要大概五百萬 太貴太貴了 不符合物實的概念 可是今天有很多勵志的故事 包括我們瞄一眼好了 那我們先不公佈車主是誰 那今天節目很精彩 他會分享換車歷程 一台964 是倒數第二代氣冷的 那買這台車會折磨你 還是會讓你很享受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看 車主精闢的分享 而另外一台車呢 是 BMW的 1345系列 這台車是一個號稱 普什 普什 記住了兩個字 普什路線的車主 另外一台呢 是我們今天現場 唯一女性 適合的一台車 Epsilon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遭到一個很可愛的女性朋友 我不要每次都這樣虧你 難怪我不是故意的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是去看看這些摸車無數 試車無數的朋友們 他們的歷程 然後這些車跟他們之間又有什麼樣的故事 所以晚上幾點 11點 11點 你們都是中七小孩還是今天太冷 五十七台晚上11點不見不散 有好多故事 See you